自特朗普上台后,对全球都开始采取强硬的政策,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,在全球展示美国霸权,前段时间伊朗就宣称要让美国改掉制裁银。 但显然,美国不仅没能改掉,而且还更严重了,近段时间土耳其、朝鲜都不太好受,美国财政部一日宣布,将土耳其司法部长阿卜杜勒·哈米德·古尔和内政部长苏莱曼所一路列入制裁名单,理由就是希望通过对两人的制裁,来达到释放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的目的。 同时,轰轰烈烈的金特会后,本以为招美双方会迎来缓和,但如今看来,还是对特朗普期待太高了。 近日,美国国务院一日发布了对朝制裁公告,重申对朝实施制裁的内容,因为土耳其政府认定,在土耳其担任牧师的美国人布伦森检方其从事政治、军事目的的间谍活动。 在土耳其被逮捕,美方就以此为借口,对土耳其官员进行制裁。 对此,同样强硬的土耳其也立即予以回击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表示,将会冻结美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资产,以作为对美国对土制裁的回应。 而对于朝鲜,美国的制裁态度,依然像以前一样强硬。 这一次,美国甚至首次对朝制裁发布韩语版文件,而这一次的制裁,显然针对的不仅仅是朝鲜,更是一直被视为制裁朝鲜的漏洞。 韩国和中国,韩国统一部提出的重启开城工业园也遭到了美国议会的指责,而且有媒体趁今年2月发布的《海上对朝制裁警报》也仅仅是被翻译成了中文,很明显是在警告中国,美国近段时间不断对别国进行制裁。 伊朗、土耳其以及一直就遭到制裁的朝鲜,彻底表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,依据美国的国内政策,随意地利用美元进行政治斗争,将美元当成武器,不断发展对其他国家的构陷,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混乱。 美国的制裁,尹似乎都有一个看似合理又冠冕堂皇的借口,然后打着为了世界,为了美国的旗号,随意地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主权,其实就是特朗普执政理念的一种体现。 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也是在这一核心理念下的一次实践,未来或许特朗普可以通过各种制裁,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,但在全球经济加速融合的如今,美国随意地经济策略,都会反噬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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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